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就是街舞舞,你妖嘉宾,王一博,张艺兴,Lisa等人均在其中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你妖嘉宾阵容 出现在播出平台的招商资源中 节目播出时间暂定7月,你妖嘉宾阵容中 王一博,张艺兴,韩庚,黄子涛,吴建豪,Lisa等人在列 作为播出平台的王牌综艺 节目从官宣回归开始,就备受观众期待 出现在你妖阵容中的明星,王一博,张艺兴,韩庚等人均担任过队长 Lisa没有担任过队长,却在选秀综艺中当过舞蹈导师 你妖嘉宾中,不仅有开潮元老 冠军队长,以及街舞运动推广大使 同时还出现了新面孔 就像陆维此前所说的 不仅向前四季的队长发出邀请 同时也会有新队长加盟的消息相符合 不过你妖嘉宾只是节目组打算邀请 队长参加与否还得看队长们的档期形成 第三季节目中,一阳千玺就因为拍戏没档期 退出,这,就是街舞 第五季节目组你妖队长很多,但真正能来的,其实只有四人 导演陆伟曾在采访中介绍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增加年龄限制 参赛选手的年龄规定在18岁到30岁之间 明星队长方面,依然邀请四人担任队长 但是阵容却不同以往,除了会邀请老队长回归 还会邀请新队长加盟 本次女妖嘉宾名单中,Lisa就是新队长 如果她参加,这,就是街舞 将会是节目播出以来,首位女队长这,就是街舞已经播出四季 节目中没有女队长,也让很多观众觉得遗憾 毕竟作为翻拍版本的越南版,这,就是街舞 第一季就邀请两位女队长加盟 这也让很多观众羡慕不已 不仅是Lisa,蔡依林也备受期待 很多网友都希望蔡依林当队长 她不仅有名气,舞蹈实力也很强 这,就是街舞,尊重每一位舞者 这也是节目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这档节目中,无论是队长还是选手 都能展现自己的个性,新队长的加盟 也会增加观众对街舞的认知 前两季节目中,易阳迁徙主张编舞 希望擅长斗舞的舞者 也能学习编舞,这样才能在起舞作品中发挥优势 而在第三季节目中,王嘉尔力推新人 张艺兴推广Krump,王一博主打HipHop 钟汉良学习锁舞,通过这些明星队长 也让很多不跳舞的观众,明白舞者在跳什么舞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已经开始筹备 节目组一边选拔舞者,一边邀请明星队长 前几季的队长中,张艺兴,王一博,王嘉尔 黄子涛备受期待,新人队长中 Lisa也能让观众攒足期待 很多观众看到你要嘉宾阵容 纷纷表示期待 迫不及待想看节目 只是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太长,这,就是街舞 真正邀请的队长,只有等待节目正式官宣 才能确定下来 你要嘉宾频繁盛出现在观众视野 只能说明节目组正在预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